1月10日 演员张小斐迎来自己38岁的生日 小鱼先在这里祝福他生日快乐 爱情和事业双丰收 张小斐过生日 大碗娱乐公司一口气发了三条动态 专门为其庆生生日海报 精美写真 短视频花絮一个都不能少 2016年张小斐成为大碗娱乐签下的第一个艺人 演艺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小斐如今也成了大碗娱乐部折不扣的门面担当 经纪公司在他生日这一天也给足了牌面 张小斐本人转发了视频动态 写道不是蜡烛吹不灭 是我偷偷许了三个小愿望 从这一组宣传照和视频花絮来看 张小斐本人的气色非常好 对着镜头花石秀表情 凹造型少女感满满 状态完全看不出 已经38岁了 慧英红和张小斐都是大气晚成的女明星 两人心心相细 又有过合作 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直很要好 慧英红曾表示 自己是张小斐的一日战姐 两人一言不合 还喜欢撒糖 好朋友过生日 慧英红自然记在心上 她选择在1月10日卡点 为张小斐送上祝福 我的大宝张小斐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幸福平安 我最爱你 慧英红还专门配上了两人 在录制王牌对王牌节目时的补装合照 可以说非常走心了 收到好朋友的祝福后 张小斐也在第一时间回复慧英红 大宝睡醒了 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蒙蒙 短短几句话 透露着两人亲密的关系 女孩子之间的友谊 永远让人共情 张小斐生日之际 祝福的人 怎么能少得了贾琳呢 贾琳的祝福 同样没有缺席 她写道 阿斐生日快乐 新的一年继续闪闪发光吧 一个阿斐的称呼 冲上热搜 让很多人瞬间就能get到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张小斐也第一时间进行回复 谢谢姐姐 今年一起热辣滚烫 一语双关的表达 既是对两人未来的期许 也是对电影的满满祝福 两人在彼此生日这一天送祝福 已经成了一项常规操作 在电影你好 李幻英中 两人全是母女情深 而在现实生活中 两人是要好的姐妹话 他们互相给予 相互成全 成就了娱乐圈一段美好的佳话 张小斐200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虽然也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 但心路并不顺利 直到他遇到了贵人贾琳 两人一起开启喜剧之旅 多次搭档登上春晚的舞台 参加热门喜剧类综艺节目录制 张小斐在观众中也算混了个脸书 在喜剧总动员第一季节目中 贾琳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了 小品你好 李幻英并邀请陈赫 张小斐参与表演 小品播出后反响热烈 贾琳妈妈的故事也感动了无数人 历经三年时间 贾琳将这个小品拍成电影 你好 李幻英大获成功 刷新内地英式喜剧片票房记录 凭借在电影中出彩的发挥 张小斐一炮走红 成为国民妈妈 多年的沉淀终于有了回馈 电影你好 李幻英 累计票房54.13亿 张小斐也拿下了第34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最受传媒关注女主角奖 带着金鸡奖影后的光环 张小斐在娱乐圈实现弯道超车 影视领域双开花 各项资源好到让人羡慕 2023年张小斐主演的两部电影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拯救嫌疑人累计票房5.69亿 交换人生累计票房3.93亿 根据猫眼电影统计 张小斐主演电影票房累计66.09亿 全部电影票房累计突破90亿 值得注意的是 张小斐主演的热辣滚烫和转念花开 两部影片都是大热作品 票房数据同样差不了 相信90亿这个数据很快会被刷新 除了电影领域佳作不断 张小斐在电视领域同样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张小斐主演的电视剧好事成双 舒适率破二 站内热度破三万 刷新平台都市剧热度值最高纪录 张小斐主演的林爽一决备受肯定 细腻扎实的演技代入感非常强 第一部电视剧就成了爆款 张小斐不仅能抗电影票房 同样也能抗剧 张小斐参演的好运家 目前正在拍摄中 整个制作班底都不错 该剧也很可能再一次成为张小斐的出拳作品 一手握着爆款剧 一手握着金级奖杯 张小斐收割一大波忠实粉丝 在85花中 已然断层领先 有代表作 有人气 有演技 这也让张小斐在娱乐圈的地位快速飞升 他连续两年主持金级奖颁奖典礼 各大红毯成了座上宾 红毯上高定礼服加身 那场座位也排到中心位 还以表演嘉宾的身份 在浙江卫视跨年晚会中重磅亮相 2024之夜即将拉开大幕 张小斐也在嘉宾名单当中 从主办方事先发布的宣传海报图 就能看得出来 影后张小斐稳稳占据中心位 地位已经和其他演员拉开了 值得祝贺的是 张小斐还当选了北京市协副主席 与他一同当选的还有张光北 张苏 郭敬林 侯洪亮等业内大咖 对于这一新身份 张小斐直言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 希望未来能够创作出更多贴近生活 反映时代风貌的好作品 2023是张小斐收获满满的一年 2024年期待张小斐事业更上一层楼 继续为观众带来深入人心的作品和角色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张小斐滑板解锁新招式 晒滑雪照半裤 后继薄发 一炮而红 娱乐圈这个浮躁的地方也不乏有低调精进的演技和认真享受生活的好演员 张小斐就是其中之一 在拍戏时脚踏实地倾尽全力 不断进取是他的标签 生活中 张小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日常让我们感受到 他是一位非常积极乐观又可爱的姑娘 这种生活态度成就了他幸福的生活 然而 面对演戏时 张小斐却彰显出低调沉稳 脚踏实地的姿态 后继薄发的他成就了人们口中的一夜成迷 这个过程走得很漫长 前段时间 张小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自己玩滑板的视频 酷炫的技术加上帅气的装扮 让人眼睛一不开 网友们纷纷对他的技术表示夸赞 疯狂输出彩虹屁 我被张小斐的装扮吸引到了 在荧幕中 女神范的张小斐 一反常态的帅气造型 让人深感意外的同时又很惊喜 头戴一顶蓝色余服帽 配上极尖短发 净显青春气息 宽松的黑灰色上衣和短裤 正突出帅气的风格 中信封的这身装扮 在张小斐身上非常适配 蓝色的帆布鞋和铜色的帽子相呼应 都是青春气息的象征 即使正值剩下 张小斐的肤色依然白净透亮 看来作为演员的他 在保养方面还是很到位的 不仅如此 细致的一双大长腿也非常吸睛 视频中 张小斐熟练的驾驭滑板 动作娴熟的同时 尽显轻松愉悦 除了平常的向前滑行 张小斐滑板解锁新招式 滑板在他的掌控下旋转 跃起 非常帅气枯炫 张小斐的滑板技能 惊艳了众多网友 直呼太帅了 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因为看到张小斐 玩滑板而去get同款滑板的小粉丝 看来大家真的非常欣赏 张小斐熟练的滑板技能了 面对镜头 张小斐的表情中流露出愉悦自在的心情 笑着像镜头眨眼的瞬间过分可爱 跟酷帅的装扮 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感 看着张小斐快乐的日常 相信很多网友都被他身上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感染了 其实张小斐并没有经过很多专业训练 滑板是在前段时间刚解锁的新技能 当时的他还不敢踩下去 更不用说有难度的技巧了 没想到经过几天的练习 就达到了现在的水平 可以说是天赋非凡了 除了滑板 张小斐还对其他方面有广泛的涉猎 不断尝试新事物的他 非常有魅力 熟练驾驭滑板的张小斐 让人感到惊喜 但滑板只是他众多兴趣爱好的其中之一 背后更多的惊喜是我们没看到过的 喜欢尝试和突破自己的张小斐的生活多姿多彩 潇洒自在 积极向上 在没有演戏的日子里 张小斐不断去探索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享受生活的乐趣 体验丰富的世界 相信这些生活经验和经历 能够给他带来演技上的提升 毕竟艺术来源于生活 张小斐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过一张自己骑着摩托的照片 还配文道不跟他走 生活中我们很少能见到骑摩托的女孩子 张小斐骑摩托的样子真的很酷了 潇洒的坐姿 领口别的墨镜加上摩托头盔 这样的造型让人很难不行动 看来张小斐在日常生活中 并不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子 反而像是追求潇洒四溢的酷女孩 不断挑战新领域的张小斐 还尝试学习过滑雪 为此还拍摄了视频记录下滑雪过程 并发布在社交平台上 张小斐还配文说 这个自己的第一个Vlog 真是令人期待了 视频中张小斐全副武装 装备齐全 在雪地里享受滑雪的乐趣 虽然滑雪过程中 磕磕碰碰摔倒了很多次 但是张小斐依然笑脸阴影 摔倒了就马上起来继续滑 滑雪视频中的欢乐和积极情绪 让人看了心情非常舒畅 能消除不少烦恼 张小斐从来给观众们 带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让人很是敬佩 张小斐不仅在生活中阳光积极 他对演艺事业 也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处事态度 终于今年累月促成一番成绩